好 計算體記憶體有沒有問題啊 沒有人問齁 不說齁 來 看第二題 好 第二題啊 他說 這邊啊 不要認為說他考的是那個 他考的是差表 你就不理他 他只是變相的去考 根號的運算 來 你們查一下 這個在表格裡面的哪裡 有沒有很接近他的數字 有啦 抬頭看一下這邊 有沒有看到324 你會說老師明明他就是給324 我問你324怎麼變324 除以多少 除以100 對不對 190在哪裡 有沒有看到 1919在這裡啊 190是不是在這邊 可是他是什麼 根號190 所以這個根號190 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寫13.7840 對吧 然後這裡根號2000 我是不是可以開10出來 兩個0 是不是可以開錯一個10 我只是講過了 根號20 好 你會說老師這個怎麼去加減 還沒完啊 還沒完啊 這個東西呢 來 我們算兩個部分看好不好 下面如果100去開根號開出來是不是10 上面是324去開根號 324開根號出來 324是誰的平板 18啊 開根號出來不就是18 對吧 寫成小數 為什麼要寫成小數 因為你後面是小數 所以是1.8 可以嗎 那這個就已經換好了 就直接抄 13.7840 好 再來換這一個 根號20可以知道是多少嗎 20開根號是這個 4.4721 對吧 所以是加10去乘4.4721 所以算出來就是1.8 然後加上13.7840 對齊好 然後這個乘起來是多少 44.721 0 0 5 8 欸 等一下喔 0 5 0 這裡進位 8加8 10 8 7 3 2 進位 所以是0 然後6 是不是6點 然後還要進到小數第二位 所以5可以進位 所以5可以進位 所以就大約等於6 0.3 OK嗎 這是0 這個是0 這個是0 還好 好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第三題 第三題呢 他說 A等於2 根號3-6 根號6 B等於2 根號3加 根號6 相乘是多少 這個我們在講義上不是有教過 A不是是2 根號3-根號6 B不是2 根號3加 根號6 怎麼會不會算 這乘法公司有什麼 A平方-B平方啊 A你就填2-3 B你就填根號6 平方2要平方 根號3也要平方 對不對 根號6平方是不是6 所以-6 43-12-6是不是就是6 第一題很簡單 第二題好 要問第二題也OK 我們教過了 A平方加B平方 怎麼樣可以剩下它 不是把A加B 括號平方 減掉中間的2AB 你就可以只剩下A平方 加B平方 對吧 那你想喔 A加B 清算一下好不好 A加B根號6 是不是一個-根號6 一個-根號6 是不是消掉 所以我是不是剩下2 2-根號3 兩個啊 這個還會留著啊 可是根號6-根號6消掉啦 對不對 然後A乘以B咧 A乘以B第一題就出來了啊 就是6 感覺這感覺就是段考會考的 4-3-12 所以答案 它要平方 等一下喔 我這裡少了平方 所以 這裡是4-根號3的平方 4-根號3的平方-12 抬頭一下 你們最容易犯的錯誤就是 4忘了平方 你4要平方 根號3也要平方 所以 這邊是16乘以3 16乘以3 14-18-12 13-16 所以第二題的答案是36 聽懂的話就記得